夏天的溫度越來越高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我們是來到了三峽的大爆溪 旁邊有非常多的民眾今天是來到這邊吸水 不過民眾在河邊玩水真的是最怕吸水突然暴漲 尤其三峽的大爆溪常常會有突然吸水暴漲的情況 甚至還有遊客受困 那麼甚至還曾經多次發生了死亡事件 因此消防局現在有新的設備 是出動了空拍機來進行廣播驅離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也是來到了這個地方 要來進行視察 來看一下稍早訪問 指假期間很多民眾喜歡到山林到溪流 去溯溪或是遊玩 所以為了讓我們的水域安全能夠得到保障 我們特別針對南市溪 以及北市溪 大爆溪 百一結溪 很多的溪流 來做好整個安全的警戒 我們安全的警戒 沿有39個地方 每年動用100千人士 尤其大爆溪是我們的重中之重 我們已經六年 謝謝我們民間團體 以及預銷夥伴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在六年的大爆溪 迎溺地 那我們謝謝這五年當中 因為大家的努力 我們救起了134年傷者跟逆者 讓他們得以安全 我們會全力守護我們新北市在 使假期間的水域安全 其實這次不只是有無人機 包括消防局還有一些民間團體 他們是在這邊特別是派駐了 有人在這個地方駐點 全新北市其實有80多個駐點 而光是像這個地方的大爆溪 就有30多處 原因就是大爆溪全長至少有17公里 而且每年幾乎都會有溺水的情況發生 因此甚至還從2000年統計到現在 大概是超過了46件死亡事件 所以這次消防局的設備再升級 就是避免要有這種情況再次發生